今天节目又吃苏公主 我们今天连小伙伴都吃上饮了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片刀 片刀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薄 最大的缺点这个刀就千万不能切开了 用它的薄 这把刀的最终长度是35厘米 它的宽度是12厘米 它的刀刃的长度是20多厘米 拿来切点这个公主会切很薄很薄 这个是一把专业的就是厨房里面的片刀 整片 嗯 香 煮公主打回家的时候你一定要煮 不能蒸哈 蒸的话记得很 第二个你适动 第三个 就是压口不好的煎鱼切薄 太香了 清洁了切完了之后 让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切 切片刀最主要的切 这个菜盘我们是两个用的哈 这一面是熟 大家看看哈 翻过来它就是生 生熟两面 简直是下去一面才卫生 而且我们这个菜盘还有一个优点 它是整款木头的 没有打椒啊没有肉货摘起来 厚度是适量的哈 这一面是八十一边一块 你去炒盆 你去炒盆 这个技术说得挺点哈 就是只有你自己多练了哈 我确实在也绑不到你 但是我们的刀片这个是低点问题的 我们得的 片刀片刀哈 它一定要薄 写字都没有问题哈 好 切点丝给大家看哈 这些都是厨房的基本工 这种就是厨房里面还有银针石 好 好 来 八十一半 四点公主 开饭了